县府在银盘国小办理112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 为了感谢长期协助维护社区治安的社区守望相助队 县长许淑华颁奖表扬南投市银南社区 陆古乡张亚社区、水里乡南光社区、民间乡新南社区等 治安工作绩效评鉴基优社区 其中银南社区守望相助队获得内政部治安标杆社区的殊荣 堪称社区楷模 许县长指出 银南社区历年来表现优异 今年获得标杆社区殊荣 可以说是始至名归 获奖社区皆非常优秀 感谢他们的牺牲奉献 许县长也感谢所有的守望相助队 未来县府在设备、训练等社团资源会尽力提供 希望将治安维护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那银南里呢可以说是从这个社区成立之后呢 投入非常多的心力 尤其呢对于我们守望相助队的酬组 也是呢可以说是费劲了很大的心思 短短的期间呢酬组起来 发挥了这个警民合作最重要稳定的力量 除了平时呢在学校社区加强巡逻之外 同时也是我们县政府最重要的协情的单位 例如我们在每一年的灯会啦或者是茶博我们所有的社区也都是我们共同的这个协情的单位 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这个社区也好或者是守望相助队除了能够筹足起来 最重要的也能够参与政府所规划的各项的活动 例如在重大的灾害发生期间呢 他们也可以加强自主训练 那么配合政府在疏散的协助跟辅导 那同时呢有很多这个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更需要有更多的人力投入在所有的现场 所以我想这个守望相助队的功能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加强巡逻 然后来替补到我们政府精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所有的守望相助队 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我们的议会的议员相当的支持我们警力的工作 也不断的提醒在设备和各种里面的这个训练的费用都要提升 我们会继续的来努力 承办这次观摩活动的迎南社区在活动中分享经验 供其他社区参考学习 让大家更能了解社区安全维护 家暴防范 灾害防救等组织功能 攜手打造安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因为社区本来就是一个治安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站在地方 我当理长非常重视 我们的守望相助队 活动都是要靠守望相助队的帮忙 所以说我们赢南社区我们的守望相助队 可以说是大家这些弟兄都非常踊跃 也非常投入在这个守望相助队里面 感谢所有中官对我们的所有装备的配合和运动 南投市长张家哲以及出席议员皆表示 这次很用心的筹办观摩活动 让其他社区以及守望相助队学习 希望南投县的社区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南投市迎南社区举办这个全国守望相助队 激欧社区的表扬 毕中也有针对各项治安的议题 有专家学者来给我们所有民众来上课 我想这些守望相助队对于社区的安全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未来我们市工所也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跟经费 不管在协助守望相助队上 或者是每一个社区角落监视器的设置 我们都会尽全力来协助我们民众的生活 英南立长蔡玉敏 蔡理事长 他很用心的筹划了这场的一个观摩活动 他也希望借由这次的观摩活动 他也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进步 而且也先人党也亲自出席 其实许多的国民也特别来这边 来肯定我们的英南社区跟守望相助队 我们在地的守望相助队跟我们的警消同仁 一直都是为了地方的治安 来协助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很高兴今天那么多的贵宾 一起来关心我们地方社区的发展 也希望说未来我们在一起 支持我们的这些守望相助队 让我们的治安能够更加的进步 然后能够让我们在地的居民 能够更加的安心在这边生活 我想在这里也特别借着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长期致力于治安协力的好伙伴 南投县现在在平光光的同时 很多大型的外国 外国外国的交通的协力 也是我们很多守望相助队来做到协助 在这里感谢大家 许县长表示 警力有限 名利无穷 社区守望相助队投入相当多的心力 与警方共同合作 感谢这些社区志工牺牲休息时间 为民众安全五四奉献 记者蔡世奇 南投市采访报道 Ei 没关系 措访报道 在美末 红 感谢观看